主要想跟小陈讲 你这么大的一个儿子 你为什么就一直压抑着父母的这种阴影下 然后觉得自己就无法走出来 然后我们就必须批判你的父母 我觉得这样是成见 这个孩子自己是有问题的 你是一个独立的生命 你对自己的生命负责 不要把一切都规则于你父母 没有谁会把你绑着去民政局打结婚证 没有那么荒诞的事情 你自己要反思自己 不要动不动就怪父母 说这个家庭导致了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走不出来我很痛苦 病痛苦的人多了去了 再说一个就是说老陈 我注意到你提到的一句话 说一看着孙女小妈妈心又暖了 其实你为什么要把这个儿媳妇接回来的 以前这个儿媳妇接回来 你主要是为这个孙女考虑的 觉得孙女可怜 没亲妈 你觉得对这对孙女有愧疚 觉得把这个所谓的亲妈请回来 对孙女有个交代 这是你心里最柔朗的地方 但是你儿子不愿意 婚姻中的关键主体 他不愿意 他很纠结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一下 你为了这个家的表面上 外在的统一 每个人都在里面承受煎熬 每个人都活得心不甘情不愿 都互相抱怨 今后这个儿子怎么办 如果今后这个儿子 还是跟着父亲这样 高度的依附性下去 可能问题还是会继续 你最应该做的就是 经济上断绝他一切共计 一个男的只有在经济上 支持其力 才对婚姻上有独立的发言权 当然做起来很难 不是那么容易就放手的 我理解你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你儿子对你充满了抱怨 对你们整个家庭的气氛 感觉到非常压抑 今天也算说了实话 这么多年来过得很心酸 那么在你这一块 如果说还是继续 保持对他的焦虑 不放手 这是今天一个死结 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画面 陈先生在握着方向盘 在主驾驶 您在副驾驶 后面呢 有儿子 有儿子的前妻 踩刹车和控制方向的 是我们的陈先生 他可以决定 这个车什么时候停 他甚至是还可以决定 谁上车 谁下车 陈先生其实他是一个 非常好的爱的代价 就是我们经常喝醉酒 找的那个代价 他一直帮这个家庭 做着一些决定 甚至是为孩子 做了很多替代的工作 比如说孩子的婚姻 孩子的生活 在你们孩子描述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觉得 他是你们家庭生活里面的一个傀儡 所以他非常的压抑 他喝酒 他很难受 他借着酒 醉了以后 他可能会找到自己 真实的那个状态 太恐怖 太可怕了 让你们没有意识得到 你知道吗 在中国所有的 但凡是在代价这块 做得非常好的优秀的家长 那往往 他们所付出的代价 都会很大 把那个主驾驶的位置给让出来 让给自己的儿子 哪怕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很笨 他开不好 我们作为父母的 我们可以坐在他的身边 去给他加油 去给他鼓励 去告诉他 你勇敢地去面对那些困难 没有关系 爸爸妈妈始终相信你 要学会相信他们 他们可以处理好自己的夫妻关系 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交好 两位 你们现在 也要好好的 去找到老年生活的支撑点了 不能再把所有的注意力 都放在晚辈的身上去了